你爸爸就那么正确 我看未见得 这样吧 你把你爸爸叫到办公室来 我跟他讨论讨论 我就不相信 你爸爸比这首歌的作者还正确 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威风的人民老师 不仅斥责毛主席的女儿 还扬言要与主席当面对质 可里纳就算被冤枉 也遵守父亲的教导 没有透露他主席女儿的身份 然而在毛主席收到消息后 却直言要亲自前往学校 直面老师 面对如此嚣张的老师 毛主席最终又会如何处理此事 里纳作为毛主席子女中最小的女儿 自出生以后 就一直陪伴在毛主席的身边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 9岁的里纳才被主席 送到了北京育婴小学接受教育 可没曾想 上课第一天便出现了问题 第一堂课是音乐课 而这天要学的歌曲 名字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看到课本上的歌词 李纳觉得有些不妥 因为毛主席曾教导过他 中国是传承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 没有共产党之前 中国就已经存在了 共产党领导的是新中国 所以歌词里面应该加上新字 此时正在思考的李纳 没有跟着同学们一起唱歌 老师也发现了异样 随即将李纳叫起来 问他为什么发呆 李纳也随即将自己的问题说出 询问为什么歌词里写的是中国 而不是新中国 面对一个小女娃的提问 这名老师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斥责李纳上课跑神 想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 谁知李纳继续说道 我的父亲教育过我 共产党领导的是新中国 很早之前 中国就已经存在了 老师听到这话 立马板起脸 愤怒地说 让李纳把家长叫过来 看到老师并不认可自己的说法 甚至还要叫家长 这让李纳十分委屈 晚上回到家后 他便将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如实告诉毛主席 并再次向他求证 之前的说法到底正不正确 听完李纳的问题 毛主席直言 这个说法是对的 没有共产党之前 就已经有了中国 李纳对于歌词的提议也没错 确实应该加个新字 听到这话 李纳才一扫之前的忧郁 可对于老师请家长的要求 他又犯了难 早在进入学校之前 毛主席就教导过 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要将自己当做普通人 但第二天 如果不将父亲带到学校 肯定免不了老师的一顿责罚 这该如何是好 你爸爸就那么正确 我看未见得 这样吧 你把你爸爸叫到办公室来 我跟他讨论讨论 我就不相信 你爸爸比这首歌的作者 还正确 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威风的人民教师 不仅斥责毛主席的女儿 还扬言要与毛主席当面对质 可李纳就算被冤枉 也遵守父亲的教导 没有透露他主席女儿的身份 然而在毛主席收到消息后 却直言要亲自前往学校 直面老师 面对如此嚣张的老师 毛主席最终又会如何处理此事 在李纳将前因后果 全部告知毛主席后 毛主席决定第二天 陪同女儿一同前往学校 可谁曾想 前一天还嚣张跋扈的老师 却在见到毛主席后 大吃一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以前只有在书本上 报纸上 见到的伟人 今天竟然站在了他的面前 至于歌词的事情 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但毛主席今天过来 也是想把事情弄清楚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 主席自然不会做出 欺压百姓的事情 可自己女儿对于歌词的提议 却是非常正确的 在主席的一番解释下 老师也才明白 原来李纳的父亲正是毛主席 随后主席又说道 没有共产党之前 就已经有了中国 这句话没错 歌词里也应该加上心 老师听到后 连忙应下 当场做出检讨 说罢这一切 毛主席才转身离去 可谁曾想 刚松一口气的老师 又看到主席再次回来 以为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正当他担心前途时 不曾想 主席只对其叮嘱道 自己这次 只是以李纳父亲的身份前来 也不想让李纳的身份 暴露在学校 所以让老师千万不要透露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紧接着 毛主席亲自找到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中国的做子者 曹火星同志 并将自己女儿的提议 当场说了出来 在听完主席的话后 曹火星也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的国家 本来就是打破封建制固 所以在中国前面 加上心字 也更能符合现实情况 于是曹火星直接挥笔 将原歌词修改 并将歌曲名字 也改成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可虽然这件事结束了 李纳的学习生涯 并没有一帆风顺 反而因为父亲的身份 让自己受了不少委屈 不要以为 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 就出出了不起 要多和工人农民的娃娃叫朋友 毛主席曾教导女儿李纳 不管任何时候 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这样的要求 却让女儿受尽了委屈 一天 李纳正在认真听课时 同桌男生却突然问道 从来没见过李纳的父亲 他到底是干嘛的 李纳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老师却发现了 同桌的窃窃私语 随即将李纳叫起来 并让其朗读今天学的课文 东方红 这是一篇赞颂毛主席的文章 其中一句便是 东方红 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然而 作为主席的孩子 这样直呼父亲名讳的事情 李纳觉得很不妥 所以在念到此处时 一直磕磕绊绊 始终无法读完整 老师发现李纳的情况 当场便开始批评他 一定是没有感受到文章的感情 没有念出无产阶纪 对毛主席的热爱 这位老师并不知晓李纳的身份 生气也是理所当然 但李纳却委屈至极 看到老师生气 李纳急忙重新念 然而 每次念到主席的名字前面 他始终无法开口继续 随即 老师点到另一位学生 让他给李纳做个示范 当这位学生 一扬顿挫的 将整篇文章念完后 班级想起了热烈的赏声 李纳也更加难过 他知道自己读不好的原因 可他没办法解释 因为父亲从小就教育李纳 不能将自己的身份暴露 他明白主席的用意 给姐姐取名李敏 自己叫李纳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敏于行而乐于言的君子 随即在放学回到家后 将今天的事情告诉了毛主席 听到这样的事 毛主席也明白 自己的身份让女儿受了不少委屈 急忙安慰李纳 并说以后再遇上这种事 放心大胆的念出来 不用忌讳 此时李纳才将心中的负担放下 主席对于子女的教育 不光体现在学习上 生活中更是处处严要求 身为主席的女儿 李纳也从来不会要求 能够享受特殊待遇 小时候如此 长大后依旧如此 直到如今 随着年岁渐长 李纳经常怀念自己的父亲 他曾说过 父亲留给自己最大的财富 就是当初在精神上的教导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